你發現了嗎 晶圓雙雄已經取代航海王了 這個時候第三季的季底 你要懂得換股操作 取得賺錢的機會 歡迎收看股市招勵 我是陳俊仁Jerry 讓我帶你在股市一起招邀來現行 好的 今天台北股市來講的話 又出現一個大漲的行情 好我相信就是說今天來講 漲了快要200點 莫名其妙的 昨天賣超的外資 昨天殺一根長黑棒的台北股市 今天來講的話 又拉一根長紅棒 外資也莫名其妙的 買了300多億 我相信就是說 不管是最近 還是上個月8月份 行情在跌的時候 最好是可以告訴大家 不是外資賣超 行情就是走空 不是外資這一邊來講的話 大賣超 他就是在殺台北股市 千萬不要有這樣的想法 行情跌不代表空投 因為 朱老師已經不斷在節目上強調 股市要進入空投 他有形成空方趨勢的條件 當行情只是在一個重新打底 或者是上衝下行的過程來講的話 你務必要懂得在跌的時候 第一個 放慢腳步 不要因為跌而恐慌 第三個部分 很重要是什麼 當行情重新打底的時候 你要懂得去觀察 行情資金的流向 我相信就是說 今天來講大漲 但是就是說 你會發現 手中有航運股的 跟手中有電子股的 尤其是你手中有IC設計 或是半導體族群的人 跟你手中抱著航海王 也許這一邊來講 很多投資朋友 現在 手中還有航海王 長榮陽明萬海套在高檔 這一邊沒有辦法動 也不曉得該怎麼辦 一時時等真的不是辦法 因為我們今天來講的話 已經看到 電子的資金比重 連續第二天拉到六成以上 航海王貨櫃三雄 所代表的航運族群 航運類股 今天已經連續第二天 資金比重不到兩成了 這個對比前面來講的話 六七月份 航運股那個資金比重盤衝 甚至有拉到六成的 跟盤衝那個電子股 當時候來講的話不到兩成 一樣 等於說你一發現 就是說進入九月份 電子跟航運兩個部分 兩大類股的角色互換 市場的資金流動 非常的明顯 從航運類股這一邊提款 然後轉進在電子類股 甚至你會發現就是說 我們 在討論 市場在討論 哇 連電創新高 那個台積電來講回到六百塊了 因為我們相信八月底 大家才知道台積電在十月份準備 全面漲價 你會發現什麼 晶圓雙雄來講的話 半導體的資金比重 他光是半導體就 快要五成的資金了 所以你會發現什麼 很明顯的進入九月份來講的話 完完全全晶圓雙雄 半導體的族群 取代了過去 貨櫃三雄跟航運股的族群 整個資金流動非常明顯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這一邊來講的話 就要是要提醒你這件事情 因為我已經不是第一天 我上個月就提醒大家了 你務必要掌握到 航運股的賣點跟電子股的買點 我相信你在上個月 你如果警覺這件事情 而不是一直等著就說 我的那個長榮或 陽明來講能不能回到兩百塊 萬海是不是能夠拉到三百塊 你只要不要一直期待著 你要反而你懂得去部署 第三季的季底來了 接下來就是年底 一般都是整個資金流向 都是一直停在電子股 所以假如就好是Lite 小鳥是GoReach55688 小鳥是GORNCH55688 我希望說這一邊 我昨天的節目已經特別強 因為昨天貨櫃三雄三檔全漲 但是我在節目上 我已經告訴你這件事情了 你務必至少你不要死報著航運股 死報了貨櫃三雄 任何一檔都一樣 昨天節目就好是你聊到了 景氣循環股最怕是什麼 你暴死在景氣循環股價的高點 然後一直不動不動不動 一直要等著那個股價回到原本的地方 這是操作景氣循環股來講的話 最大的一個機會 我不是要恐嚇大家 我昨天就已經聊了 昨天節目就強調了 我不是要恐嚇你 而是市場的資金比重 資金流向已經很明顯讓你看到 跟過去不一樣了 因為幾個月前來講的話 航情大盤供18000 航海王 航運股 他是主軸 領頭羊 那時候盤中你資金比重可以拉到6成 航運可以拉到6成 這盤中你可以拉到5成 都很正常的事情 反而現在來講的話 顛倒過來了 電子類股 回到6成 完完全全資金比重 就是從航運股這一邊轉出來的 所以我希望說這樣一個概念 進入9月份 你真的至少 不要讓你的資金卡死在航運股 你調整個一半 你可以把握住接下來來講的話 電子股買的機會 電子股賺錢的機會 即便是後面航運股回不到你買的地方 回不到高點的 你至少電子股這一邊的表現可以幫助你 在今年的操作來講 不要變成就是說 完完全全死在航運股這一邊 至少你的虧損可以有一些的彌補 我希望說這個概念 我不是第一天談 因為昨天航運股是漲的 我再強調一次 昨天貨櫃三雄三檔全漲 我就已經跟大家聊到這件事情了 今天貨櫃三雄全跌 你覺得 這一邊來講的話 你還要真的等著說 這個貨櫃三雄來講的話 航運股會不會回到一個原點 我希望就是說這邊來講的話 我只能苦口婆心 因為以人性來講 你套在最高那一個位置的朋友 你想要做馬上 要你做一個換股的動作很難 但我希望就是說 你看我的節目也不是一天兩天 我呼籲剛剛 航運股的賣點 電子股的買點 你要掌握到已經是一個月的時間了 我後面上QR Code掃描 如果你真的想通了 讓G老師來幫助你 加上G老師Light 小老鼠 Go Rich 55688 小老鼠 Go Rich 55688 我希望真實可以幫助到有緣的朋友 不要讓你的資金卡死在航運股裡面 你讓他活絡可以流動 至少你不會卡死在景氣循環股的高點 我再強調一次 你操作景氣循環股 最怕最怕的是把你的資金卡死在 景氣循環股的最高的那個位置 然後怎麼樣 資金不動 你資金不動來講的話 等到後面海運市場 運價沒有辦法在創新高的時候 那個時候海運市場歸於平淡 就是他沒有辦法 他現在那麼看好 那麼一直不斷的成長的時候 那他的股價你就會知道 你現在看到的 也許就是這個很長期一個破斷裡面的高點 我希望就是說 你至少你操作股票要有這樣的概念 要有這樣的觀念 好 我希望這一邊來講的話 G老師的提醒 無非是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不要讓你的資金卡死在高點 我希望你去年 有操作生技股的 跟今年操作航運股的 你自己好好想一下 或者是你觀察盤面上 市面上來講的話 一些投顧節目來講 去年7月份跟你喊生技股 喊得非常凶的 今年的6月7月一定跟你喊 航運股喊得很凶 這是市場的一個生態 可是G老師做的是什麼 我在市場上這一邊來講的話 很多人一直瘋狂的航運股的時候 我跟你分析台積電 你不要小看它 我一直告訴你台積電 包含了什麼樣 另外的電子全資股 連發科跟紅號 我都告訴你 他們代表電子的資金命脈 然後怎麼樣 它不用漲 你只要看它完完全全維持在什麼 某一個特定的一個價格 它代表什麼 資金命脈沒有斷 後續來講的話 時間一到銜接到第三季的季底 你就 會知道就是說 台積電 紅海 連發科這三檔股票 不會有一整個年度或大半年 完完全全都用不到他們的 只要台北股市一路這樣下來 都沒有走進空頭格局 你務必要有這種認知 G老師在上個月就跟大家聊到這件事情 那上個月月底8月底 你就會看到這個新聞 我相信接下來來講的話 現在你已經看到 所有市場上面的大資金 都轉進在半導體的族群 我相信這一邊 跟台積電相關的一些股票 有很多是今年沒有什麼表現的 我相信你如果用心做功課 跟台積電相關的股票 當然了 這一邊來講的話 就要是在那個 8月19號 我相信就是說那一天大盤大跌450點 G老師同心該跟你強調台積電 8月19號那一天行情 我相信 你大盤日線圖攤開 那一天大跌450點 外資大賣500億 G老師告訴你什麼 大盤足底 告訴你怎麼去看 觀察行情的關鍵 甚至在跟你強調 不要把它當塑膠 那是8月份的時候 行情還在跌的時候 那今天來講的話 你要懂的是什麼 如何去看 整個市場資金流動 包含了台積電跟半導體族群 包含了現在最夯的 今天創新高的是什麼 聯電 後面的聯電集團怎麼樣 我在你上個月的節目 我會聊到 我不會帶會員 去操作聯電 不會帶會員去追台積電 不會 但是我知道怎麼把他們當作是指標 這個禮拜來講的話 因為最近這個五天的交易日 那這個禮拜五天的交易日 買超第一名 外資第一名是什麼 聯電 第三名是台積電 你會發現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把這個外資在這一個禮拜 買超的一個排行榜 當然聯電台積電 前三名 後面來講的話 第11名居然是望虹 大家你如果還記得 望虹在什麼樣 8月13號那一天 那一天是黑色青旗 那一天行情是大跌的 那一天一大早那個 記憶體寒冬將至 寫的跟什麼樣 外資調降 華邦店望虹 南亞科的平等 可是現在才多久 今天9月3號 相隔不過才半個多月左右 外資在買超望虹 半個多月前 外資調降他的平等 跟你講說記憶體寒冬 所以我要跟大家來談 就是說 當你在市場上面 這麼多的資訊 每一天來來去去 你怎麼去分辨 那就好是這一邊來講的話 告訴大家 你當接受那些資訊的同時來講 你要懂得去觀察 這些股價的變化 包含了什麼 當你看到這個 外資的買超賣超的時候來講的話 你要懂得去 從股價這一邊 從技術線型這一邊去看到 真的是不是真的走空了 或者是這一邊這樣 彈起來 我相信 前面一段時間來講 你會發現 長榮不是有反彈嗎 可是怎麼樣 這個禮拜 外資賣超第二名叫做長榮 4萬多張 那當然那個 友達 群創 彩晶全部都在榜上 那今天的節目 教老師還會幫大家 同樣的再去 跟大家來談 這一些股票 為什麼外資賣他 很重要 因為教老師在上個禮拜就有跟他談過 上個禮拜你如果觀察 教老師的節目 我跟他強調的重點 你有把它記起來 這個禮拜 一樣 那現在來講的話 進入9月份了 你要懂得 你不可以不知道的 台積電 那當然了 這邊聯電來講 老師 聯電創新高 你覺得聯電創新高完之後 台積電 會在那邊乖乖在那邊等著嗎 我不是叫你買台積電 而是我要告訴你 你懂得去運用台積電來觀察大盤的話 第一個 他的關鍵價位大戶成本 你自然而然會知道 資金為什麼轉向了 而且你手中的資金 不可以死套在航運股 你要懂得如何去轉向 所以台積電的大戶關鍵價位很重要 再來台積電漲價了 你手中的持股 你要流到哪邊去 你要換到哪邊去 你套在高檔的航運股來講的話 你要怎麼逆轉勝 如何藉由電子股 藉由台積電這檔股票 他所延伸出來的賺錢機會幫助你 可以做一個逆轉的一個操作 台積電漲價有受惠 台積電的客戶 總共有在13檔的IC設計的公司 13檔的IC設計的公司來講的話 有10檔是受惠股 另外有3檔是什麼 連外資都點名 毛利會受到擠壓的 所以教老師會在進入9月份 9月份的我的LINE8這裡 要跟大家特別錄製 跟台積電相關的影片 除了台積電本身的大戶關鍵價 我陸續的會針對受惠股 跟包含了你應該要去注意的 台積電漲價他反而要留意 他股價可能會比較受到擠壓的 3檔股票 我會特別的在我的LINE8這邊來分享 特製的影片 所以畫面左下角 小阿鼠GORICH 55688 小阿鼠GORICH 55688 唯一只有加入我的LINE8 留在我LINE8 畫面上的QR Code掃描最快速 你才能在9月份來講的話 陸續的看到跟台積電相關的影片 陸續的可以看得到台積電漲價 哪些股票受惠 哪些股票你要留意 這個攸關到就是說 你現在 你即便是航運股在手 好你想要逆轉生 你想要換股 你都要有一個方向 那當然這邊聯電集團來講的話 最近 我相信今天聯電創新高 聯電集團有哪些股票 媒體都會告訴你 待會 GORICH也會幫大家 來跟大家談一些 因為這個我在過去的節目上 都有跟大家聊過 行情在這裡來講的話 我相信 你只要懂得去看大盤 然後懂得去觀察盤面上面的類股表現 前一次5月份 因為疫情的擴散 因為COVID-19的疫情擴散 然後進入三級警戒 5月份行情曾經散封過 周縣 這是周縣的那個K線圖 周縣來講的話 曾經在5月份二連黑 二連黑完之後什麼 二連紅 當時候行情可以在15159 5月17號完之後 連續上漲 貨櫃三雄所代表的航運股 是一個最重要的 一個領頭羊 盤面的領頭羊 很多人在航運股 都是在這一波的熱絡 然後什麼 跳進去買的 尤其在最後面 行情攻到17,800 甚至18,000的時候來講的話 航運股的熱度更是最高潮 那你會發現說8月份的回跌 我們也可以從在周縣這一邊 二連黑 二連黑完之後 8月20號 建立一個低點之後 開始出現一個 極速的反彈 那極速的反彈你會發現 這一波的資金 跟前一波這一邊已經不一樣了 前一波是由航運股航海王所領軍的 這一波已經轉到晶圓雙雄 這個是盤面上來講的話 不可爭的事實 除非你自己騙自己 否則你務必的 為了你的資金著想 為了你的辛苦錢著想 你務必的要認清楚 航行的資金流動已經跟前一波不一樣了 前一波你在這一個過程攻18,000的過程來講的話 你看得到盤中 如果大家印象都記得的話 那時候 航運的類股比重曾經拉高到五成六成 那個時候怎麼樣 電子比重打到不到兩成 現在這兩個禮拜 尤其這個禮拜可以發現 換成電子股的資金比重回到六成了 航運股資金比重打到不到兩成 所以角色已經互換了 整個來講 就好是一直不斷的天天都跟大家來追蹤 貨櫃三雄來講的話 航運股的指標 航運股的生死後面來講 還有沒有機會 其實就是貨櫃三雄 那萬海來講的話 我相信 你從這個關鍵價位 你也看得到就是說 經過一段時間的沖洗 萬海曾經的 回到246塊 這個大戶的頸限位置 可是你會發現 進入8月底 進入9月份開始 市場上的大資金有沒有要撐 航運股 你從萬海身上看到 沒有 更不用談 其他來講的話 陽明從來沒有佔上 146塊的大戶的成本 陽明是那個 8月份一整個月都沒有佔過大戶的成本 146塊從來沒佔上 所以我一直聊到他是弱勢 他是貨櫃三雄裡面最弱的 弱勢指標 雖然現在來講的話 全部都沒有在破低 都已經超過一個月沒有破低了 就好是說天天幫大家來算 那個長榮來講的話 也是一樣什麼 8月份來講的話 只要觸到 大戶成本 頸限148塊就被打下來 你可以從這個關鍵交貨很明顯就看得到 盤中你自己下去看 很明顯市場大資金根本怎麼樣 不想增加他們的持股部位 不想拉抬航運股 好回到我身上 我希望就是說這一邊來講 除了等待會教老師會幫大家整理一些數據之外來講的話 我相信昨天的影片 教老師也幫大家 特別的 來去告訴你說 從一個 畫面上如何來切 如何來直接看 外資跟融資這一邊的比對 我相信就是說 但外資來講的話 我們不用多談 先從一個 他的持股部位 持股的比重下去看 一條趨勢線就好 你不用去看 老師今天外資買超 老師今天外資賣超 老師今天買超 不用 我相信你在 那個券商開戶來講的話 隨便的看盤軟體都可以知道 當外資的持股比重 他會有一個趨勢線 來這是長榮 大家你可以看 8月份以來來講的話 我幫大家把趨勢線標出來 外資的 外資的持股一直沒有增加 等於說 你經過了8月份的洗禮 你經過8月份的回跌 你經過8月份整個動盪 行情下去又上來 外資有真實的 要提高他對於航運股的持股比重 貨櫃山牛持股比重 很明顯 長榮身上沒有 長榮身上沒有 陽明 大家你也可以看得到 陽明來講的話 其實是我一直在節目上 不斷不斷跟他來提醒 這三檔股票最弱的一個地方來講 也是因為陽明的 融資的所謂太高 那這邊來講我直接幫大家拉過來 持續來看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跟大家來提醒就是說 這個 2609的陽明 最高點是出現在7月7號 7月7號這個位置 我們對下來其實 陽明來講的話 有一個非常讓我傷腦筋的地方 因為我這邊來講也一直在 跟我那個現在手中來講的話 有套到陽明的那個會員獎 就是你要我解救你 你要願意賣 你不能就是說這一邊來講 老實我賠好多我真的賣不出去 你既然都已經手中已經有航運股了 你希望可以逆轉勝來找我幫助你 你就要知道說 說我會 我為什麼希望你可以做減碼的動作 陽明這一檔股票來講的話 我一直提他 除了說他前面被關緊閉之外 他關完緊閉 可是他的那個融資的水位從來沒降過 陽明是最傷腦筋的 然後來 我這邊直接幫大家標記出來 7月7號他最高點234塊半 這個位置 當時候來講他的融資水位是多少 179,770張 179,770張 到這個禮拜四 你可以發現什麼 他的融資水位 陽明的融資水位 18萬 0 277張 所以等於說我經過了 那個7月7號這個最高點 當天的融資張數 融資水位來講的話 一直到今天 我不敢相信因為兩個月的時間 那個 股價 拉回了幅度 234塊半 今天收盤是120塊半 幾乎要腰斬了 可是就 融資不認輸 融資反而是增加的 從最高點7月7號到現在 這個月9月2號的 將近兩個月的時間來講 179,000多張 那個居然到昨天為止 因為融資來講是晚上9點過後 他才會公開的數據 那所以我們拿昨天禮拜四的融資 融資的張數 陽明是18萬多 比如說你在經過這個7月7號最高點到現在 融資從來沒有降過反而來增加 這又為什麼就是外資不會增加航海王的持股 就是這個道理 那在萬海來講的話 當然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8月份 8月份就好 萬海的那個外資的持股比重 你會發現什麼 不動 沒有增加 反而下降 待會就好是會幫大家整理個圖表出來 很清楚可以讓他看到 我只是告訴你 就是說你如何運用你的看盤軟體 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3秒鐘的時間很快速可以幫你去釐清 當然這邊來講的話 有朋友跟我聊到就說 那個老師那個萬海最近的融資 有明顯的下降 對 所以他一直都是一個指標 因為他 那整個在貨櫃三雄這一邊的反彈也好 上個禮拜曾經有一段時間撐盤也好 會一度短暫的拉到關鍵價位之上 大戶成本景限之上 也是因為前面來講融資相對是比較乾淨 可是你會發現 前面 當萬海漲起來了 融資又馬上增加了 所以變成外資來講的話 一直就只能變成說 我看你有一些漲進了 大資金看萬海來講 會有一個短暫乾淨過 所以有拉他 可是一拉起來回到大戶成本之後 馬上融資開始飆升 這變成說 整個貨櫃三雄來講的話 最大最大 你手中有持股套在高點的人來講 你務必要一個警覺 因為不是沒有機會 是8月份曾經 大戶的資金 法人也觀察過這三檔股票 可是這三檔股票在籌碼面來講的話 就是沒有辦法清理乾淨 所以你要有一個警覺 如果要調整整個 航海網的股價周期 你會發現什麼 半年限扣底值 我這個概念來講的話 其實在 7月底8月份的時候 其實都跟大家來提醒過 我這個概念來講的話 重講 我這個觀念來講的話 我在7月底8月份都跟大家來提醒過 我再強調一次 市場的法人大戶資金有給機會 可是真的 你從融資的變化來講 你可以知道 當那個只要那個漲起來的時候 來講 融資馬上飆起來 所以你就變成說 市場上 你那個 散戶的資金真的逼到讓法人資金來講的話 那我就 先讓他什麼 先 再清理一段時間 或者是漲不上去 逼你那一些做融資的趕快認輸 籌碼乾淨 我跟你講 籌碼乾淨了 大戶的資金 他才會願意重回到 這個類股的股票 你那個反彈 你才有辦法真的出現 可是你如果現在 還一直琢磨在 老師我看到剛才我真的賣不下去 不想解碼 你反而會在整個9月份 銜接10月份 到第四季行情的時候來講話 你會讓你資金卡死在這邊不動 然後完完全全怎麼樣 如果一直 融資沒有辦法清乾淨 他往下主底 是在半年限扣底值 那當然那個目標交往我沒有辦法在節目上講 因為主管機關的規範 我們本土的分析師不能在公開的節目 或是不特定的大眾 去直接公開下看哪一個價位 就去做那個預測的價格的 那個說法不行 所以我沒有辦法直接告訴你 那個價格可能會讓你看到多少錢 不能這樣子 但我告訴你 半年限扣底值 如果整個 航運股的周期要往下去打底 而且那個打底的位置要半年限 因為大盤已經回測半年限了嘛 電子類股都有回測半年限了嘛 晶圓 雙雄 那個紅海 連8顆都有回測到半年限 全部的指標剩下什麼 航運還沒有回測半年限 所以你如果逼到整個大資金 要讓航運股來做一個周期的調整來講的話 你務必要留意你 套在高檔 不動 你反而會錯過了很多時候來講的話 可以彌補的機會 當然你如果 願意老師我得航運股 貨櫃三雄我自己 領現金鼓勵 每年領那個現金配息 我可以 那我無話可說 你如果是報紙這樣想法 我無話可說 但你如果積極的想要讓你辛苦錢 不要卡在 循環股的高點 讓我來幫助你 好不好我這個 觀念來講的話 從昨天的節目開始就強調 因為我絕對是有看到一個 警訊出來 否則我前面都有告訴大家 幾天沒有破底 幾天沒有破底 我們來觀察這一邊來講的話 後面來講是不是有一個完整反彈的機會 但我這個禮拜不一樣 昨天來講我直接告訴你警訊出來了 我覺得有我的用意 我特別要跟大家來談 昨天節目我告訴大家 當然絕對不是恐嚇 你絕對一定要知道這麼一件事情 這是友達 我再強調一次 這是友達 我們一樣把外資的持股 跟融資的水位變化 拿出來做對比 友達他曾經也是在什麼 第一季的行情曾經強勢過 然後你會發現什麼 當融資飆高的時候來講的話 外資的持股比重一直往下掉 尤其是8月份最明顯 8月份這一段的行情 8月初曾經出現一段的一天的大漲 那一天立即融資馬上飆高 融資飆高之後來講 外資就持續快速的去減碼他的手中持股 不畏 一直到今天為止 你會發現友達為什麼 到現在還排行外資賣超前三名 為什麼 你會發現你只要把友達 2409友達的融資 你留著下去看你就知道 他的融資在8月4號飆高完之後 一直到現在 根本不認輸 等於說這一段行情其實往下洗 友達的股價一直往下洗 可是融資有沒有認輸 沒有 沒有 這變成是貨櫃三雄來講 你要從面板三虎身上 去看到一個警訊 因為過去來講的話 我昨天節目就有聊到 友達在前面來講 也曾經是 有一個足底的機會 可是融資就是飆的太高 然後怎麼樣 飆升的速度很快 因為他飆融資飆升的速度 比貨櫃三雄還快 所以外資減碼的速度 也非常的明顯 非常快速 你從8月份 8月份就好 對比融資增加起來 然後外資馬上砍他的肢股部分 很明顯你這個 走勢圖 趨勢圖 你把它留著 你所有看盤軟體應該都有 很簡單 3秒鐘的時間你就知道 為什麼告訴大家 當航運股也出現這個警訊的時候 你務必要留意 因為那會變成說 把他的股價周期再往下修正 這個股價 不一定會是空頭 可是他如果要修正往下 再做一個足底的動作 你的資金是受不了 當然 這一個 友達面板珊瑚 他們是那個銅板股 但是 航運股來講的話他不是 尤其是手中套貨櫃三雄的朋友來講的話 你要知道 那已經是從那個200多塊300多塊 然後打下來修正下來了 我不能在節目上面 違規來告訴大家 而我預測 然後那個你要小心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不行 你直接把半年線扣底值拉出來 如果他股價要修正他的周期 到半年線扣底值 甚至在半年線下方來做足底 哇那你受得了嗎 那時間可能拖到明年 拖到什麼時候 那如果整個海運市場在明年 沒有辦法更好 你要特別留意 股票市場是這樣子 考100分 考90幾分 的極優升 他如果在後續的考試 沒有辦法維持在90幾分 100分 即便是考85分 89分 他的股價是沒有辦法 往上漲的 是會被修正的 這是股票市場來講 一個非常非常 跟你原本實際生活來講的話 那個完全不一樣的思考 你要懂的這件事情 前面來講的話 因為台積電漲不起來 就一個 考100分 應該全所有人都覺得 他應該考95分 考100分的極優升 結果他這邊公布出來 只有90分 所以他股價不會起來 那你要知道 今年的那個海運市場 來講如果 已經是最近後面的 三年以來最好的狀態 明年來講沒有變換 他只是沒有成長 那你要怎麼辦 那個就好像我剛才跟他強調的 你今年你這一次考試 99分 下一次 90分 明年 89分 哇 那你股價就完蛋了 你一定要知道 股票市場來講的話 是這樣的一個思考邏輯 相對回來 你會發現 老師有一些那個業績好爛 沒有賺錢的爛公司 股票就這樣飆起來 那個邏輯是什麼 那個原本考 30分 50分 不及格的那個學生來講 忽然間有一天我考60分及格的 哇賽 他的股價都會飆起來 你要知道 股票市場的思考邏輯是這樣 他股價的變化 思考邏輯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務必要知道說 我為什麼會在 昨天開始 包含了今天的節目 我會花那麼多的時間跟大家來聊 你手中有航運股的朋友 千萬不要讓你的資金死套在 一個景氣循環的高檔上面 來 最後面我整理這一張的表格 幫大家來做釐清 而且是最快速的 長榮陽明萬海 最近這一個月 從8月2號到9月2號 外資的持股張數 你可以很明顯對比到 8月2號長榮外資持股張數是多少 141萬2120張 141萬 昨天9月2號 外資的持股張數什麼 降到1359,791張 很明顯降下來 陽明 8月2號 外資的持股張數 424501張 昨天9月2號 因為整整抓一個月剛好 昨天來講的話 外資的 陽明的持股張數變成什麼 418730張 很明顯 一個月下來是下降的 所以你會發現他們都沒有破底 但外資一直在 慢慢的 調降他的持股的張數 持股的比重了 你有沒有發現 萬海 8月2號 外資持股張數是95萬1226張 昨天9月2號 外資持股張數是94萬3586張 你就說老師 雖然下降 可是他還有90幾萬張 陽明外資還有41萬張 長榮外資還有135萬張 很多 你要知道 外資這些持股張數 他成本是多少 你的成本是多少 你套在陽明的成本是多少 你套在萬海 你套在長榮的成本是多少 外資人家成本如果不到100塊 那你怎麼辦 好好的想一下 最好是會把這個重點拉出來 絕對是我看到的這樣的警訊 甚至盤面上的資金流動 方向非常明顯 當然啦 這裡 從融資的水位來講的話 三檔股票 唯一只有陽明是什麼 這一個月下來不減反增 所以就變成說他融資他是增加的 但是萬海跟那個長榮來講融資什麼 也沒有跌多少 也沒有下降多少 所以外資一直降他們的資股比重 好不好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就好是在這個 大家你在禮拜六 禮拜天可以收看節目的當下 我花了比較長的時間 那包含這一邊 我要跟大家來提供一些數字 那這邊不只是陽明 最近這一個月的時間融資不減反增 最近這一個月 其實融資增加排行榜裡面 長榮是排名第一位 所以你如果知道說為什麼教老師 會看到這種數字來講 我真的 我會跟我的會員他們如果那個 套到航運股的人來找我來講 我就告訴他們 你一定要願意去做解滿的動作 你至少做換股來講的話 你可以在 現在許多的電子股 半導體的族群 IC設計的族群來講的話 他還有一個幫助你逆轉的機會 你可以 講白一點 不如小補 否則你套到高檔來講的話 你等到明年 你等到後年 你不一定都可以得救 我必須要這樣談 因為他們是 航運股它是景氣循環的類股 它不是像電子股這樣子 景氣循環類股 它走的一路是一個大循環 那你如果今年來講的話 股價是一個大循環的高點 哇 那你可能要用很長的時間 來去做等待 我必須要跟 你手中有航運股的朋友來講的話 來提醒這件事情 絕對不是恐嚇 而是我 分享這一些觀念來講的話 不是第一天 不是這個禮拜才開始 那這一邊來講我相信 友達 群創 彩晶 也是在那個 整個外資這個禮拜 賣超排行榜的前10名裡面 我相信你就會說 剛剛已經 幫大家去聊到 從友達身上 你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外資會一直砍它的支付部位 融資的部分 那這三檔股票 我這邊來講的話 也簡單幫他帶一下 只要外資開始縮減 彩晶的一個賣超速度 因為 三檔股票裡面來講的話 彩晶的融資是沒有飆高的 所以變成說 後面來講的話 彩晶如果先止跌了 慢慢的橫向整理的時候 那個才是什麼 整個面板珊瑚來講的話 也許 慢慢會開始直穩的一個關鍵 你有看過我8月份 父親節那個週末 在LINE這邊分享的特製影片來講 我就能告訴你 那個時間點是在第三季 季底的時間 不是最近短信就馬上會一個大反攻 沒有 甚至這三檔股票來講的話 面板珊瑚裡面 唯一只有彩晶怎麼樣 還維持在大戶的成本之上 我相信今天除了那個 聯電之外來講的話 市場都知道 半導體的族群裡面 世界先進也是創新高的股票 那世界先進來講的話 他創新高我相信就是說 我在節目上都已經分享過了 我早就已經帶會員來部署 然後現在來講創新高的行情 我們只等著去做一個獲利了解 我這邊也特別提醒 我希望就是說 你禮拜的禮拜天看我的節目來講的話 你要知道 我跟他講世界先進 是告訴你什麼 你現在要找的 你現在要找的是像世界先進 我們在買他的時候來講的話 壓縮整理的股票 這個是你看待半導體的族群 半導體的股票 你要去選的重點 而不是像世界先進 哇拉起來了 然後怎麼樣 你追在長紅棒 特別留意 你從世界先進 今天創新高這檔股票來講 我相信你忠實觀眾都會知道 那我已經告訴大家 我買世界先進的時候 他長這樣子 你現在在挑半導體股票的時候 你最好是可以找到像這一種 比如說今年度 或是上半年度沒有表現的 那個才是整個 你在挑半導體股票來講的話 能夠銜接到 9月底 銜接到 整個10月份第四季行情來講的話 你賺錢的機會 這是針對半導體的個股 回到你身上 那我希望就是說這裡來講 大家你可以知道 今天另外來講 比較 一個話題 快充IC的部分 那我相信就是說 快充IC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在8月份跟大家來談 那個不可不知的鑽石股 裡面來講我就有特別點到 電源管理IC跟網通IC的部分 電源管理IC的部分來講 然後我有跟他點到一些的股票 裡面包含一檔 他其實也是 跟快充IC USB4.0來講的話 相同概念 這一檔偽權店 我相信我的會員 新進的會員 8月31號 我們就已經介入了 那偽權店今天的表現 我相信 也不用去多談 因為我們在 第三季不可不知的鑽石股裡面 第二個條件 電源管理IC 偽權店就是其中的一檔 我相信你有做功課 或者是你有留意我盤前分析 偽權店來講的這檔股票 我們都點名過 甚至我過往的節目來講 都有告訴你 偽權店我們有操作 甚至這一邊我特別強調 偽權店這檔股票 我會員有看嗎 菁英會員沒有操作這一檔 因為菁英會員操作是什麼 類比科 我在前面的節目就有聊過了 所以這一邊來講 我希望就是說行情在這裡 你可以看得到是什麼 偽權店拉起來 我這邊絕對不是要告訴你 偽權店你還可以追 因為偽權店2436這檔股票來講的話 他已經是連續上漲 8月31號在這個位置 831在這個位置 我相信就是說 我的新進會員來講的話 8月31號買偽權店的訊息 你有買進來講 剛好後面那檔是一段的往上漲的走勢 但這一檔股票來講 我要提醒你 千萬不要追 因為接下來我們鎖定 我們會鎖定他停利的機會 因為這一檔的股票 我必須要跟大家來談 你不能追的原因是什麼 他融資飆的速度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他融資往上抬的速度 蠻快的 所以 這邊來講 你千萬不要再追偽權店 當然另外一個快充IC的概念 這一檔的 6104的創圍 我在節目上也都曾經講過 那我的會員來講的話 是賣在這一段的行情沒有最高點 那這一段的行情來講的話 我必須承認 這裡我沒有帶會員買 我挑的是另外的股票 我挑的是另外的股票 快充IC的部分來講 我這一段 這一段的行情 我操作的只有偽權店 那我必須要強調 我的精英會員來講的話 做的是什麼 類比科 VIP會員做的是什麼 偽權店 那偽權店這一邊來講的話 一樣跟類比科 都是屬於什麼 電源管理IC 他們本身就是做電源管理IC的 好不好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我希望就是說這一邊 你一定要知道 行情的資金流向已經非常明顯 那我還是要跟大家來談 如果你手中有航運股的 不要浪費這一段的行情 你可以做一個逆轉勝的機會 你可以將你的資金做一個調節 轉進可以幫助你 不要把資金卡死在高檔的 電子股操作 我相信從8月份一直到現在 半導體的 選股策略我今天已經特別談到了 IC設計這一邊你千萬不要追高 你要挑的重點 IC設計的鑽石股條件 我8月份講了一整個月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你務必的要知道 就要提供給大家的是什麼 你現在針對台北股市操作一個概念 跟整個關鍵在哪邊 跟著我一起來操作 讓我來帶你你轉勝 尤其是 你手中套子在航運股這一邊 讓我來幫助你 挑一些好的 後續有表現的電子股 半導體族群也好 半導體設備族群也好 這邊我鎖定的關鍵 我鎖定的類股族群 你千萬不要錯過 禮拜六禮拜天的時間 我希望大家你靜下心來 好好思考一下 就好是在節目上分享的 對你有沒有幫助 對你來說有沒有道理 如果你想要在股票市場裡面 路走長一點 我希望 這一邊來講 眼前這個資金的流動 你要搞清楚 你要真實的去跟上 而不是咱們站在原地 套子在原地不動 那對你來講沒有幫助 以上祝福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下週見 摩爾證券頭部 0800 66 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